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第一章 做使徒的保罗 不是由于人 也不是借着人 乃是借着耶稣基督 欲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 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 为我们的罪舍己 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 但愿荣耀归于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稀奇你们 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照你们的 去从别的福音 那并不是福音 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但无论是我们 是天上来的使者 若传福音给你们 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有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还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 若仍旧讨人的喜欢 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弟兄们 我告诉你们 我素来所传的福音 不是出于人的意思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 也不是人教导我的 那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你们听见我 从前在犹太教中 所行的事 怎样极力逼迫 残害神的教会 我又在犹太教中 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 更有长进 为我祖宗的遗传 更加热心 然而 那把我从母父里分别出来 又施恩赵我的神 既然乐意将他儿子 启示在我心里 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 也没有上耶鲁撒冷 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 唯独往阿拉伯去 后又回到大麻士阁 过了三年 才上耶鲁撒冷去见基法 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至于别的使徒 除了主的兄弟雅各 我都没有看见 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 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 以后我到了叙利亚 和基利家境内 那时 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 都没有见过我的面 不过听说 那从前逼迫我们的 现在传扬他 原先所残害的真道 他们就为我的缘故 归荣耀给神 加拉太书第二章 过了十四年 我同巴拿巴又上耶鲁撒冷去 并带着提多铜去 我是奉启示上去的 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 对弟兄们沉说 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 唯恐我现在 或是从前突然奔跑 但与我同去的提多 虽是希腊人 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 私下窥探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 要叫我们做奴仆 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 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 为要叫福音的真理 仍存在你们中间 至于那些有名望的 不论他是何等人 都与我无干 神不以外貌取人 那些有名望的 并没有加增我什么 反倒看见了主 托我传福音 给那未受割礼的人 正如托彼得传福音 给那受割礼的人 那感动彼得 叫他为受割礼之人 做使徒的 也感动我 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 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 那成为教会注食的雅各 基法 约翰 就像我和巴拿巴 用右手行香蕉之礼 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 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 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 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 因他有可责之处 我就当面抵挡他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 未到已先 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 急着他们来到 他因怕凤割礼的人 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 其余的犹太人 也都随着他装甲 甚至连巴拿巴 也随火装甲 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 与福音的真理不合 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 你既是犹太人 若随外邦人行事 不随犹太人行事 怎么还勉强外邦人 虽犹太人呢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 不是外邦的罪人 既知道人称义 不是因行律法 乃是因信耶稣基督 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 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 不因行律法称义 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 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 却仍旧是罪人 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 断乎不是 我素来所拆毁的 若重新建造 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 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我已经与基督同顶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我不废掉神的恩 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 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加拉太书第三章 无知的加拉太人啊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 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 你们受了圣灵 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听信福音呢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突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 那赐给你们圣灵 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 是因你们行律法呢 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 正如 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 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 给亚伯拉罕说 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 一同得福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 都是被咒诅的 因为经上记着 凡不常照律法书上 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 就被咒诅 没有一个人 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 一人必因信得生 律法远不本乎信 只说 行这些事的 就必因此活着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着 凡挂在木头上 都是被咒诅的 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 因基督耶稣 可以临到外邦人 使我们因信 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弟兄们 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 虽然是人的文约 若已经立定了 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 所应许的 原是像亚伯拉罕 和他子孙说的 神并不是说 众子孙 指着许多人 乃是说 你那一个子孙 指着一个人 就是基督 我是这么说 神预先所立的约 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 律法废掉 叫应许归于虚空 因为承受产业 若本乎律法 就不本乎应许 但神是凭着应许 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这样说来 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 原是为过犯天上的 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 并且是借天使 经中宝之手设立的 但中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 神却是一位 这样 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 断乎不是 若曾传一个 能叫人得生的律法 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 但圣经把众人都称在罪里 使所应许的福 因信耶稣基督 归给那信的人 但这因信得救的礼 还未来已先 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这样 律法使我们迅蒙的师父 因我们到基督那里 使我们因信称义 但这因信得救的礼 既然来到 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 所以 你们因信基督耶稣 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批带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 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 你们既属乎基督 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加拉太书第四章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 虽然是权业的主任 但为孩童的时候 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 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我们为孩童的时候 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 也是如此 及至时候满足 神就差遣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差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 阿爸 父 可见 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 既是儿子 就靠着神为后寺 但从前 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是给那些 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 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 怎么还要归回那 懦弱无用的小学 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 你们谨守日子 月份 节气 年份 我为你们害怕 唯恐我在你们身上 是枉费了功夫 地生们 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 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 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 你们知道 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 是因为身体有疾病 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 没有轻看我 也没有厌弃我 反倒接待我 如同神的使者 如同基督耶稣 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 那时你们若能行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 也都情愿 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 如今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 那些人热心待你们 却不是好意 是要离间你们 叫你们热心待他们 在善事上 常用热心待人 原是好的 却不单我与你们 同在的时候才这样 我小子啊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 只等到基督 常行在你们心里 我巴不得现今 在你们那里 改换口气 因我为你们心里做难 你们这愿意 在律法以下的人 请告诉我 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因为律法上记着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使女生的 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 是按照血气生的 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 是凭着应许生的 这都是比方 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 一约是出于西奈山 生子为奴 乃是夏甲 这夏甲二字 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 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 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 都是为奴的 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 是自主的 她是我们的母 因为经上记着 不怀孕 不生养的 你要欢乐 未曾经过产男的 你要高声欢呼 因为没有丈夫的 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 弟兄们 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 如同以撒一样 当时那按照血气生的 逼迫了那按照圣灵生的 现在也是这样 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 是说 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 因为使女的儿子 不可以与自主妇人的儿子 一同承受产业 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 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加拉太书第五章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地稳 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挟制 我保罗告诉你们 若受割礼 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 我再指着 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 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债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 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坠落了 我们靠着圣灵 凭着信心 等候所盼望的义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礼 不受割礼 全无功效 唯独是人生 发仁爱的信心 才有功效 你们向来跑得好 有谁拦阻你们 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这样的劝导 不是出于那照你们的 一点面叫 能使全团都发起来 我在主里 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 但搅扰你们的 无论是谁 必担当他的罪名 弟兄们 我若仍旧传歌礼 为什么还受逼迫呢 若是这样 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就没有了 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 把自己割绝了 弟兄们 你们蒙兆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因为全律法都包在 爱人如己 这一句话之内了 你们要谨慎 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我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再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污秽 邪荡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争敬 忌恨 恼怒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咽等泪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果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藩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加拉太书 第六章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诱 你们个人的重担 要互相担当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人若无有 自己还以为有 就是自欺了 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 这样他所夸的 就专在自己 不在别人了 因为个人 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在道理上受教的 当把一切虚用的 供给失教的人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 洒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洒种的 必从圣灵收永生 我们行善 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 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所以 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 更当怎样 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 是何等的大呢 凡西图外貌体面的人 都勉强你们受割离 无非是怕自己 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他们那些受割离的 连自己也不守律法 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离 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着十字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受割离 不受割离 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 就是做新造的人 反照此理而行的 愿平安 怜悯 加给他们 和神的以色列民 从今以后 人都不要搅扰我 因为我身上 带着耶稣的印记 弟兄们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藏在你们心里 阿们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